为了要推动两性平权 新北市政府将105年定为新北姓平年 在活动开保季酒会上 市长朱立伦率各局处首长宣示将在市府内展开姓平亮点方案 而社会局也以姓平代表动物票选活动来倡导家务共享 将企鹅、海马、犀鸟和父子虫列为票选的对象 邀请民众上网投票选出最佳奶爸 新北市长朱立伦敲响了罗生宣示 105年新北姓平年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在活动记者会上市长朱立伦表示 将会从各个层面重视女性权益问题 同时市府28个局处也都将针对性别平等工作来齐心推动 不管妇女的健康、妇女的安全、妇女的就业 妇女的任何的教育还有妇女的任何的工作上面 我们都需要靠大家来努力 所以我们新北市28个局处 每一个局处通通都一起动起来 而为了倡导家务共享 新北市社会局推出了全台首创的 姓平代表动物票选活动 由社会局替代艺南 分别替四种动物来拉票 这四种动物包括了企鹅、海马、犀鸟及父子虫 所有代表的角色都是奶爸的形象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特别以脱育中心所长为男性为例 表示不论在工作或家庭上都应该两性平权 就像我们重视妇女权益也重视男性权益啊 那同样的我们公务托育中心的 第一所公务托育中心的园长 我们的这个所长也是男性啊 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女性 那同样的用这样的案例 用在所有的工作上面 我们都是展现出两性平权 而从即日起到3月20号 民众只要上网票选最具性贫代表的动物 就有机会获得动物造型随身蝶 另外新北市政府也从3月份起 每个月以接力的方式 在各局处展开性平亮点方案 期盼让性别平等深入新北市每个角落 并且真正落实在生活之中 记者杨邦有超方琪 新北市参谋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겠습니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